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何导还有广美 我先给你们提个问题 你们是怎么样感觉到自己老的上岁数的 或者说有这个感觉吗 还好吧 我个人还好 广美呢 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心态很年轻 但是当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站那儿 你旁边一站龙的时候 你就觉得真的老了 我也是 其实我是个无父母 不是无父母 我是说我就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忘记了岁月的人 可是周围会有一些信号提醒你 你比如说我要跟一个 现在要跟一个女主持搭档 这女主持一见面前辈 我说什么时候给大哥不行吗 老师你成名早 我怎么听见前辈就有点来世再见的意思 那是行里的这个尊称 就是啊 跟年龄没关系 我觉得前辈子得是合到这种事情 没有 但是你看 这一不一不意识到就不行 而且呢 从来就我们所读到的历史里啊 没有一个像咱们今天这个时代 对十年一代的这个话题啊 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关注和胶着 我760后啊 70后啊 那么现在应该说是80后 80后 90后 90后 90后奔三了 80后奔三了 我记得昨天还在聊80后 这20岁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今天他们就奔三了 你说这个快啊 所以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 说这个特别火啊 引起了亿万80后的这个共鸣 我跟他们还真不是一个脑子 所以我就想瞧瞧 怎么就咱这个前辈看一看 怎么就共鸣了是吧 80后到底怎么了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每天起床的时间 从中午十二点 变成了早上七点 睡觉的时间 从凌晨 变成了晚上十一点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工作中 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见到亲戚朋友 他们不再为你考试考了几分 更多的是 我现在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结婚没有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聊天的话题 从各种网络游戏 变成汽车房子 吃饭的时候讨论的 往往是他准备结婚 他每年结婚了 挺有感觉的吧 这个很典型 这种感受 每个人都会有 没错 河岛身边接触的 这个小妹妹比较多 不然就80后 不多 860后 我觉得80后这一代人 其实是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他们 因为他们有一点点 我觉得成前起后 这边就有人呢 怎么成前 就是说他们跟我们聊天 他还是能有一些聊的 你比如说我要跟90后的聊天 可能就有 确实有一些困难 是吗 我还没跟他们会 我只是有什么困难 最近不去月店了 跟我分享一下 那你 因为他们聊的 你完全可能听不懂 会有一些语言 当然很多网上的一些语言 甚至用一些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多美呢 我也问你一个尴尬的心理 我听说啊 就是这个女的 三四十岁的女的 不太喜欢跟二十几岁的女孩 坐在一块 有这感觉吗 尤其是周围有男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没有 我也没有太多机会 我多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会 其实因为现在 就如果在演艺圈里面的话 出来无论是工作人员 或者是那个表演工作者 其实主干真的就是80后的 那我先这样讲吧 我身边有几个小女孩呢 就是比较常接触的女孩子 就像何老师刚才讲的 我其实很多以前 人家都会觉得说 80后不负责任 又怎么样 焦嫩 又什么什么草莓族 很容易 就稍微轻碰一下 就受伤害 就不行不行了 但事实上呢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接触 我这样子讲 80后呢 他们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 我想刚才那段影片也很清楚的 怎么忽然之间 以前可以周五十二点起床 怎么现在忽然 就要早上七点得起床了 以前都是打游戏机 无忧无虑的过日子 怎么现在开始人家问的 就是你结婚了 你工资多少钱 这帮小孩 他们在二十二岁以前 受到家里面 非常好的呵护跟照顾 因为都是独生子女 爸爸妈妈不 无论你家境如何 你家财万贯也好 你家里小康也好 都是把最好的通通给你 但等他们上 到了社会当中 起码我遇到那批 他们是真的自己很想自立 但是你就觉得 他是有困难 他真的有困难 因为以前被照顾的太好 但是我很尊敬的就是说 我觉得他有那个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那在我可以帮助你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愿意 努力的帮助你 但是当然也不乏 有一些觉得说 那我以前怎么着 我现在还想要怎么着 你看我的感受 都跟80后不一样了 就是我以前可以12点起床 我现在还是可以12点起床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 不管多晚睡 8点钟就醒了 老了 老了吗 你根本你就这样你睡 那么我睡不着 我在窗户外头看 我就觉得很知足 为什么很知足 我说真的是还有很多人 他们都要早上9点起床 甚至8点 甚至6点就起床去上班 对吗 那我说我没有什么年龄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你比如我现在还是觉得 这个有没挣够的钱 我还要去挣钱 我还要去干这个 我还要去干这个 可是有一天 我跟一个80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就我们组的就聊天 把我给触动了一下 他就说 他说我们现在80后没有什么出路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位置都给你们站着了 我听这个话 你知道吗 听得我挺没劲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咱们 是不是应该让出在位置 可是你的凤凰多给我点钱 我就退休啊 可以啊 其实我从电影界 其实80后是一个生力军 现在 是吗 无论是演员到剧组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这一代人真的 真的是 真是冲锋陷阵的一代人 以前很多人说80后这样 80后那样 我其实觉得这一拨人 现在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 是真的不得了的一批的力量 而且他们的生育和培养他们的 那个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不久 嗯 那其实是中国也是最困难 而且最找不到路的那个年代 其实你说这个80后80后 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的人 和一个中年的人 我就发现呢 就人到中年呢 大部分是容易畏缩 这是容易 因为这也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吃的亏比较多 或者说中年人的时间感觉啊 你做一件事 你对后果啊 会想的比较多 所以你就容易畏缩 但是呢 你看这个年轻人啊 他表现出来的啊 他敢赌 敢 敢往上 所以我就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最近有一个韩国的 喝倒就还算是韩国80后吧 张子言就这个姑娘 两年前的三八妇女节 自杀身亡 留下这个遗书啊 现在你看这个狠呢 就是说你们这些个 让我提供性服务的这些个人啊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就是我做做做做鬼我也报复你们 过去难弄真假吗 最近韩国的那个SBS电视台公布出来了 公布出来就是经过调查 这个事儿有谱的 你想这个女议员被迫 呃像30多人呢 由经济公司安排 由经济公司 30多人提供至少多达100多次 31人 赔酒赔税 赔酒赔税 有性关系 人写的很清楚啊 就性关系吗 性交易 有这个媒体的高层 电视台的高层 大金融机构大企业的高层 还有这个何导他们这种 导演呢 什么的就这种 有吗 报道里没看到有导演 都是老板 我看 这个事儿在韩国就引起的就很 很凄厉啊 我为什么就觉得这个 你看啊 说潜规则这事儿 何导你应该也见过很多要细眼的 这个女孩子 对吧 潜规则这事儿很奇怪 因为她不是强奸 对吗 好 那么我就在想 为什么这个女的要愿意这样去被迫的加入你这个潜规则呢 那无异于就是说啊 太想在你这个圈里 出出头就是这个出人头地了吧 太想了 因为太想 所以你看啊 年轻人就觉得我所以我说为什么他对后果估计不足 就是说觉得哎呀不就是一忍吗 陪睡陪酒陪睡吗 为了我的成功可以承受 可是有的时候啊 你这么年轻你不知道那个事儿 是不是真的去陪酒陪睡以后 而且多达那么多次 你的精神是不是能受得了 你可能缺乏考虑 我开个玩笑哈 我开玩笑 你比如过去我们大陆管电影界或者管这个文艺界啊 都叫文艺界 不叫娱乐界 是现在这个呢 是从什么呢 从从90年代开始啊 末期开始管这些行业叫娱乐界 什么流行音乐啊 电影啊 电视剧啊 什么包括模特等等 在其实在在国外很多国家 这个性也算娱乐界 哦 你不是性的游戏 是吧 跟性有关系的 对吧 他也是娱乐界的一部分 是是是 所以呢那从艺术界 文艺界变成了娱乐界的时候 他自然就有这个性子 啊 对吧 你过去为什么没有啊 对吧 那边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最潜规则的没有 七八十年代 因为那个时候叫文艺界 你既然现在叫娱乐界了 娱乐界里面就 性的娱乐也是娱乐界里的一部分 那咱们为了消除这种现象 现在在改名叫文艺界吗 就解决了吗 文艺界里在夸分吗 细分吗 其实这潜规则呀 哪都有 我就觉得是不是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就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以至于可以去堵上自己的一些什么 因为你看 那闲而易见的一个压力 是现在找不着工作的压力 因为我们这个大学啊 那几年扩招 就造成现在上百万的这个就是 确实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但是谁也想出人头地 没有 其实娱乐界为什么这里面呢 就很复杂 哈 我觉得哈 因为娱乐界有些行业是产生暴力的 你比如说像那种有些公司做那种系列的电视剧 对 它是那个那个预付款很高很高已经被收购的 他那他在只要是在在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业里面 一定有什么比如说黑社会啊黑帮啊 这些人去参与这些这些暴力行业 那暴力行业呢 他就里面就当这些这这这这些背景的人进到这个行业里面 他有些事情要搞定 他就要用美女 金钱有时候不管用 啊性贿赂嘛 对对吧 他是有欲望的嘛 身为一个女艺人哦 在这个圈子打混了也将近快20年了 我我其实每次人家一谈到说啊你们圈子里面什么潜规则 讲的就是一副那种你们所有的女艺人一定要被潜规则 而且一定遵循潜规则 你不要忘记什么叫规则 规则不叫规定 规定跟规则是不一样的 规则是有那么一个好像一条路在那你走不走 我觉得是你自己的决定 而不是说啊有一个规则在那你就非走不可不走 你就没有办法走演艺圈 我觉得无论是文艺圈也好是演艺圈娱乐圈演艺圈什么圈也好 我我真的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 我非常同意这个光美的观点 我进了演艺圈 这个确实就是一个艺人你要走什么路 从什么路线上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艺人 你完全是自己选择 如果他摆明了这是一个规定了 那没办法 那你就已经 你可以选择我不从事艺人 是我就我就说那自己回家算盘打一打 你要走这一圈你就非要按这个规定走 那你可以知道那个规则不是规则 而且它还是个潜规则 还不是一个台面上的规则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就是 何导 我就跟你问问 他们老说这事 这事我也闹不清楚过 就说你们这个导演 是不是有这个潜规则 对你演员 我觉得是没有吧 这个是有点我觉得就是有 我真的我真的挺捍卫我的这个 潜规则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捍卫导演这个职业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跟这个明星的成功没关系 哎有没有投资商或者制片人老板 来跟就是说你让我这个女的去拍戏 未必是我我当然相信那么大一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导演不能开玩笑的 因为推人推新人这个事情是肯定是有的 对吧这也是很正常的 一个公司他们就签了一些新人 那他希望大的导演或者优秀的导演 能够多用这些新人替他们推人 这种我觉得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 这是跟跟这个这个圈里的潜规则性交易没关系 但你比如说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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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希望能够什么的有一个捷径 当然选择捷径呢 他已经想好要付出代价 我相信他想好 对吧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利用一些年轻的女艺人的这种心理 然后呢反正我就顺手了 哎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这种不健康啊 呃哪个行业其实也都差不多 没错 而且呢就说是那不是有俩90后的后来就爆出来了吗 他们就是有这个经纪公司 就是真的是跟韩国差不多安排的 就是陪这个老板睡觉 说是这俩女子也是因为最后发现我付出了 没得到这个我要得到的东西 这才给你爆出来吗 就是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捷径啊 我有时候就觉得就是现在啊 节奏特别快 我现在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跟80后的 他们整天打电脑就发这个的 有我发现至少有个时间感的差别 就我是个慢性子了 他是个快性子 那比如我写完一个邮件 我得再看一遍 他们那个就是恨不得赶快写完 最后一个字砰按那个send出去 他最舒服 你看他就希望也进进进进了一个 没黄瓜菜都凉了不能等啊 出名要趁早啊 而且而且娱乐圈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成名啊要速度很快 没错你比如说什么呢 我跟某一个大导演有有有被被偷拍了啊 有什么事情 然后那种八卦的新闻呢 那狗仔队那种一上 这个这个这个年轻的艺人成名很快 你不是前一段有一个叫叫叫鱼鱼鱼鱼鱼什么 就是那个拍征婚那个叫甘露 甘露了 对不对 你说这甘露露 你不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做个演员 也做过一些平面模特 你突然就就让你妈给你拍这个东西裸婚是吧 裸体 裸体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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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觉得这样这样跟跟性有关系的东西吸引眼球 你的知名度迅速被拉高 而且你知道我在现在年轻人当中 真是看到一种英明果决啊 我觉得我就竞争不过他们 这个人的就看着最后 啪他马上就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比如说让子弹飞里边那个姜文那个里 里头一个助理嘛 因为这个支片助理 胸部长得比较有优势吧 对吧 就是一个镜头啊 引起网友关注啪一下 不当助理 零点几秒的零点几秒的时间 然后马上我要进娱乐圈了会演艺界了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啊 这种这就是媒体在后边 这个反应的这个快啊 你像就我刚才说这个让子弹飞的这个助理 我就看见他这个啪啪啪几下子 昨天我一看就上了那个什么了 有一个就是宣传乳腺癌的那个 不是就防止乳腺癌的那个活动 不是很多女明星过去都拍那种遮着一点实际就是裸的嘛 啪一下 哎我的胸部就拍这种公益的照片了 我一看在非常短的时间 真像何党讲的零点几秒的一个镜头 现代社会的机会真是转瞬即逝 我这辈子错失了多少 所以你想要在这个大导演的这个名作品当中的零点几秒啊 也得也得底底底底好是吧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材料 所以光美也谈到了材料好的问题 就是不光要看机会自身要有实力 对我觉得这些这些人的成功呢 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但并不代表这些成功是可以被复制 yes 对不对 台湾有一个那个宅男女神叫瑶瑶 这小女孩呢 她也是在无意当中 她叫做她们称她叫童颜俱辱 就是说那个眼睛就像小鹿一样的 那么那么的清纯的感觉 但她身材就非常非常惹火 那像和陶寅讲的是这个叫局部惊人的这种身材 所以现在所有那些女孩都想要走她的路线 对啊我妈妈都说啊 那如果瑶瑶可以成功的话 我也应该怎么样 就可以一拖成名 我也很可爱啊 那我身材也很好 但是对不起 有些事情她是没有办法被复制的 所以美容院生意很火 就是做这些器官的这个美容就变得很红火 因为不能复制嘛 没错 既然不能复制我弄个假的嘛 对吧 真的没有咱假的也行 器官可以被复制 但那个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 没错 其实也谈不上成功 只是因此而成名而已 那成了就不一样了 那是有很大的不同 就不一样了 你说这个成功不可复制 老有些人教人家怎么怎么成功 怎么怎么成功 我也是相信你这个道理 绝对不能复制 但是呢 这成功不能复制 不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呀 可就鼓励百花齐放了 就是你必须就跟他们说这个当代艺术 现代艺术一样啊 对你这招啊 别人学就没出息了 好比为什么 原创 对啊 王硕讽刺那个七九八叫伟军大院呢 那意思就是说你学就没意思了 但是呢 你那就那就再鼓励 咱们可以有目视可以看啊 所以他们为什么有些作家导演就说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啊 你这辈子算没白活呀 什么你都能看得着啊 因为为了出名 对靠这个下次不能再管用了 但是就会有人 又会出个新的这么东西 啪家伙就出名 创意是最值钱的 创意是最值钱 所以这个这个为什么要鼓励原创 就是原创的价值嘛 对的是 但是原创有底线吧 所以甘露露的妈妈是最有创意的 最有胆量的而且 而且他没有他完全不是矫情 他真的觉得自己的女儿非常棒 对对对对对 你根本配不上我女儿 对对对对 他完全就是一个拍板 所以人家是打从心里 是 我觉得他是真的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人必须真嗨 不能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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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